2022年中比特币持仓总结 全球26家上市公司持有197990枚比特币 2022比特币投资损失1950亿 但18个月以上的长期持有者仍然获利 全球组团加息 央行照不住经济衰退 加密市场遭遇拖累 阿根廷夺冠 Solary却成为最大赢家 泥沼中拼命前行的Ban 重磅推出新项目自正无恙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编有钱 12月20号星期二币联合在 我是Michael 今天好像链上地址上面 各大巨星都在减持他们持仓的比特币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年末的时候 上市公司持有的比特币的持仓情况 首先是Michael Strategy 它持有129999枚比特币 依然是排名第一 Tesla持有10800个比特币 排名第二 矿业公司Matharin Digital Holdings 排名第三持有8133枚比特币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全球比特币的持仓公司 共有26家 总共持仓是197990枚比特币 总价值达到了33.1亿美元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大家非常关心的灰度的持仓情况 因为灰度的经济状况和它的健康状况 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所关注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灰度基金总的持仓量是下降了0.0113% 总价是114.34亿美元 其中持有比特币的数量是63.24万枚 持仓的价值是104.79亿美元 最近30天我们观察到灰度所有旗下持仓的币种 平均每个币种减持量大约是0.019左右 好 今天的大盘走势依旧是看跌的 比特币24小时跌幅是1.16% 在16590附近浮动 以台湾早些时候经历了一波大的震荡之后 目前稳定在了1187附近 加密货币的总成交额24小时是涨了12.89% 那么今天SRM涨幅达到了10.48% 霸占了整个涨幅榜的第一名 IMX涨幅是7.07% 位列第二 那么现在大家面临的是一个高通胀的环境 高利率的环境 所以加密货币市场行情又面临着过度的恐慌 短期之内要想复苏的话 难度应该会非常高 所以现在是考验所有的投资人 对于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信心 那我们节目也会推出很多底层逻辑的 这个专题节目 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密码学 为什么比特币会有价值 等等这样的专题节目 在每个周末和大家见面 那现在的状况呢 有分析认为说 即使是美股反弹 加密货币也不一定会上涨 但是如果美股暴跌 加密货币一定会跟着下跌 所以研究机构觉得呢 现在币圈的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 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标的 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所有的持币人 要做好两年以上过紧日子的打算 那直到产业自我修补完成 经济条件转为宽松的时候 那么他觉得说 该补涨的幅度一定会涨回来 在这里有句话送给大家 叫很有多长 数有多高 也就是说比特币涨破前高6万8 我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 再有十多天的时间 我们就跨入2023年了 那回顾一下2022年的加密市场 应该说是最熊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看比特币的年K线图 它的底线已经比去年还要低出来 接近三分之一的距离 那去年的最底线是多少呢 28500 那现在是多少呢 将近16000左右 所以今年以来比特币的价格持续的下跌 跌幅已经接近了80%以上 所以根据Glassnude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投资比特币的投资人当中 损失达到多少呢 1950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一些持有者 以低于他们买入的价位 出售了他们原先所持有的比特币的仓位 那这些损失大概发生在今年的5月6月和11月 2022年最大规模的两次比特币抛售潮 发生在5月6月 Terra崩盘期间 这两个月投资者的已实现损失 分别超过14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第三大抛售潮是今年11月份 FTX崩盘后 比特币持有者在短短7天内 已实现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而2022年2月 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之际 市场抛售造成超过90亿美元的 已实现损失 不是说好的这个圈子离钱很近吗 不是说好的买现货最安全吗 不是说好的对抗通胀吗 为什么我买进去我还是亏损的 所以大家看尽管是熊市 有人亏损 可是也有人赚钱 什么人赚钱呢 虽然这个圈子离钱很近 可是有它的规律 有它的禁区 我们长期跟大家讲 要闲钱投资 然后什么 长线持有 在今年的这个深雄之年 还是有一部分能赚钱的 什么人呢 持有周期超过了18个月以上的 长期持有者 他的利润是1050亿美元 虽然说亏损额是盈利额的两倍左右 可是在比特币的下降过程当中 还是有人赚钱的不是吗 但值得注意的是 比特币价格持续不断的下降 那么以实现利润的规模也会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这就是熊市 这就是所有人预期不到的事件 所以比特币的投资或者说挖矿的投资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熊市的折磨 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牛市的风光 今年比特币的已实现利润在2月和4月达到顶峰 当时投资者获利各超过70亿美元 在这两个月比特币币价都还在4万美元左右 后来随着比特币价格在之后几个月下跌 出售比特币的投资者利润也随之减少 以实现利润金额最低的月份发生在12月 迄今仅5亿美元 本月比特币价格大多数时间皆低于1.7万美元 昨天的一个来自英国来曼谷度假的朋友告诉我说 现在英国的物价已经涨飞了 就拿这个取暖费来讲 已经翻了三倍还不止 所以很多这个在欧洲的人都选择到亚洲 到一些热带地方去度过他们的冬天 因为这个度假的费用可能还低于在他们国家取暖的这个费用 所以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 各个国家为了抑制物价都纷纷使出了杀手锏 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 各个国家相信会密集的宣布加息 可以预期全球下迎来一次加息潮 在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之后 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周四已同样的幅度加息 英国央行的加息是该国利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密市场纹升也继续下滑 目前比特币交易价格约为16700美元附近 以太坊跌至1180美元附近 投资者情绪的低迷 也部分归咎于美国令人失望的消费者支出数据 这个时期是北美传统的购物高峰季 但零售额下降了0.6% 远低于预期 未能跟上本月的低通胀水平 华尔街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美联储激进的加息行动会将经济推入衰退 我相信面对高通胀高烧难退 各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成本还会出现进一步的飙涨 多个国家只能选择加息 因为他们不加息的话就会被美联储收割 它必须和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保持同步 来抑制国家的通货膨胀和保持汇率的一个稳定 但是世界银行的分析也预计 这样的话会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 带来金融危机 造成一个更加持久的伤害 如果美元进一步的升值 那么将会造成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 不过分析师也认为说如果恐慌加剧的话 目前加密市场的价格也接近了底部 很多人应该会转向加密货币的投资 我们在周评当中给大家看了 现在的这个价格水平上 超过一个比特币的地址 那一根陡峭的增长曲线 对吧 所以我想价格如果持续下跌的话 进场抄底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小看 散户的力量 苏尔维超前谋划签约梅西 成为世界杯最大赢家 深陷淋雨的碧安 推出数字钱包 证明碧安一切都好 全世界瞩目的世界杯大赛 终于结束了 阿根廷队在点球大战中 以4比2击败了法国队 夺得了历史上的第三个世界杯冠军 阿根廷的主帅 梅西两度进球 那么他终于拿到了足球界 令人垂涎的世界杯的冠军 那你以为世界杯决赛真正的赢家是阿根廷吗 不是 而是5w3的梦幻体育平台 Sorary 在这场盛世当中 Sorary成功地借助体育的力量 把粉丝全部收到了自己的手里 而且还顺带手实现了全球曝光 W3梦幻体育平台Sorary 是全世界体育迷的胜地 伴随着世界杯结束的音乐 可以看到Sorary平台中 再次获得58万5000名新注册用户 遍布184个国家 据悉Sorary现已经取得了 280个足球俱乐部的授权 覆盖了足球联赛中的知名俱乐部 还让足球巨星梅西成为了Sorary的形象大使 不仅如此 Sorary一边扩张足球领域 还一边将手伸向了棒球市场 今年5月 该平台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签订了合作协议 目前已经获得了30个MLB 俱乐部的官方授权 他将复制他在足球市场的NFT运营经验 Sorary为什么能火 其实不仅仅是他给用户提供了一张张代币化的球员卡牌 而是他是一个交易市场 他可以让用户一起通过区块链 让粉丝不仅仅是粉丝 通过NFT重新塑造体育迷互相交流等方式 他除了买卖还自带社交的属性 这种价值无论是从技术上或者是从体育迷的感情上都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大家看在这个圈子当中 只要一点点新的创新都可以带来价值的倍增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Sorary这个平台真的有可能成为炼油板块的一个新的传奇 也不一定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在昨天的报道当中 我们分析了目前币安所处的一个形势 虽然说现在的币安是深陷淋雨 储备经证明要重做 面临形势的调查 一周内资金净流出37亿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FTX的倒台 使得美国政府部门觉得说 币安你太强大 太嚣张 黄皮肤还不是自己人 所以必须要搞你一下 不过投资人们大可以放心 昨天我们也有分析 为什么币安不会轻易的倒下 这不 币安近日就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 那我想现在出新项目是什么不重要 而是要通过上新项目来例证自己的能力 那么这个项目能让币安翻身吗 据报道 近日Binux Pay 与区块链跨境汇款金融科技公司Pelpo合作 将支持币安用户使用加密货币充值数字钱包 此外 在限定时间内 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用户 通过Binux Pay在钱包充值中 花费50美元或以上时 可以获得5个代币券 据悉Binux Pay是Binux创建的一种非接触式 无边界且安全的加密货币支付系统 用户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轻松消费 发送或接收加密货币 而Pelpo则是一种多币种数字钱包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安全的在线使用他们的钱 那这一次币安的合作呢 无非就是要突出一件事情和一个关键词 就是安全 无论是让用户使用自己的冷钱包 还是用这个合作公司的Pelpo 都提到了安全两个字 所以我想Binux现在推出这个项目一举三得 第一呢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加密用户们 我们还能发新项目 你们大可放心 第二呢Binux非常注重安全问题 把用户的资产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第三呢打脸一切对Binux不友好的人 你让我亡 而我呢嘿嘿根本不把你看在眼里 你说气人不 我该上项目上项目该干嘛干嘛 对吧 那这样的举动呢 我想是非常符合赵长鹏的行事作风的 但是这样的举动真的能安抚到 对币安产生恐慌情绪的投资人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对币安发的 你对OK发的 你对中心化的交易所发的 那么别听我讲 也别听别人讲 把币提到冷钱包 是你最安全的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币圈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日前基于区块链的全球金融科技平台 Nbank宣布 与Morvent合作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推出加密支付卡 将允许其客户在不同的商户消费自己的数字资产 推特CEO马斯克 就是否应辞去推特负责人一事发起推特投票 并表示会遵守这次投票的结果 截至发文时 已有约586万次投票 赞成票占比约57.8% 据消息人士透露 SBF的父母约瑟夫·班克曼和巴巴拉·弗里德 在巴哈马参与了SBF的业务运营 正在面临对FTX业务参与程度的审查 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已提出支持阿塞拜疆 努力制定数字资产法规 币安今年一直活跃在该地区 寻求扩大市场影响力 并增加与阿塞拜疆当局的互动 币安准备向阿塞拜疆中央银行提供支持 已制定加密监管机制 数据显示 当前阿根廷粉丝代币ARG价格为4.15美元 24小时涨幅28.2% 好的 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你点赞转发 或者是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都会有很多内容和福利上面的倾斜 可以点击我们的会员专区 来了解相关的福利 让我们一起过从事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